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是礼拜二 6月19号的礼拜二 端午节后果然出现了一个变盘的一个走势 但是这个变盘呢 其实是大盘往下跌 但是很多个股呢 其实并不弱 尤其是像我们上礼拜五 就已经有提醒各位投资朋友的4944的兆远 今天再创一个波段的高点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上礼拜是怎么样提醒各位投资朋友的呢 上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这个兆远有转强的迹象 准备要过高 这是我们在端午节前所做的一个提醒 6月15号的时候 那他的现行看起来的确 我们看一下这个搜手边的地方 礼拜五很明显的 早盘就做一个急拉的一个动作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做什么动作呢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 感觉上受到大盘的重挫影响 所以他一个小幅度的开低随后往下杀 但杀下去之后呢 当大盘再往下破底创新低的时候 他竟然没有再破新低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地方感觉上是有人在防守 准备随时有机会再往上做一个攻击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做了一个买进的一个动作 所以今天所有我们股民当家的新同学们 我们都买在这个位置 那当天买进之后呢 很快速的 他就往上做一个拉抬 创下波段的高点 但是后面这拉抬并不是我们同学去把它拉的 其实我们发出这个买进的讯息之后 其实股价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就在那个地方横盘整理 其实要买有没有 这个地方要买 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买在你想要买的价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买完结束之后呢 有没有 后面待过了不到20分钟 开始一直一路往上做几拉 分好几段嘛 往上做几拉 当天买进在平盘之下 重点是当天你是可以买在平盘之下 所以当天拉到一个涨停板 等于说我一天就赚了超过10%以上 那至于旧同学呢 旧同学就是我们 一开始就跟着我们买进兆元的同学 其实到目前为止也获利的超过38%以上 所以表现是相当不错 而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介绍 这个5G相关的一个商机呢 其实我们在5月25号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介绍过了 未来世界5G就像电力一样嘛 它会无所不在 那5月28号之后我们也介绍 5G它不是只有快 从4G到5G 这个5G不是只有让你上网速度变快而已 它未来还有会衍生很多的一个商机 那在5月31号的时候 我们也说6月份是5G 概念股正式起飞的关键嘛 因为包含6月初 它有一个台北Computex的电脑展 还有台北国际5G的一个高峰会嘛 在6月7号的时候嘛 所以基本上5G相关题材 其实我们都是领先市场 早就已经跟各位投资朋友做一个介绍的动作了 而且我们也相关介绍相关族群 包含从4G跨到5G 它会用到很多的小型的基地台 那这个小型基地台呢 因为5G它波长比较短 它会用到比较小支的天线 小天线嘛 然后光纤网路 还有包含像这个网路交换器等等的 所以包含像6月1号 5G概念股市正式启动嘛 包含6月5号台湾加入这个欧盟的5G对码 而且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这个理财周看的杂志里面 我们也特别提到有没有 这个罩元它挟着5G 还有这个microLED的双题材 所以未来成长可期 因为别人是只有5G嘛 它还有microLED的题材 所以我们看到像最近包含像这个光雷嘛 它长得也蛮强的 所以很多相关的这个LED的相关题材 其实股价也都位接在低档 所以它也搭上这波题材 那我们看一下 那时候我们讲 我们怎么样介绍造元智档个股呢 其实造元智档 有没有 它大家以为原来大家以为它是做蓝宝石基板嘛 其实它已经切入这个5G上游滤波器的一个上游材料 像这个达酸梨跟泥酸梨这个部分 它把用5G应该说它把原来做蓝宝石基板的技术 把它应用在这个表面滤波器的基板上面 通讯基板上面 包含它现在以往这个5G上游材料 这个滤波器的上游材料 其实大部分是掌握在日本美国旗下 但是造元切入之后 其实它的规模现在已经达到一个世界第二的一个水准 包含像这个滤波器 其实从3G到4G到5G 其实滤波器本身 它的需求其实会倍增 其实从原来的2,30颗变成4,50颗 甚至于将来可能会超过百颗以上 所以手机里面所用到的滤波器 它越来越多 这个造元当然也会随之 营运会随之水涨船高 包含这个全球在接下来 2019年到2020年 2020年这个5G就要正式的商业运转 所以从前面开始2018年现在开始到2019年 就要全力的去做一个5G相关的一个布局 那我们来看一下 赵远这张公司 这张公司其实它有一个富爸爸 富爸爸是谁 富爸爸就是中美金 中美金它持有赵远40.11% 而且重点来了 它的持股成本是23.7 你看以今天的股价22.4左右 其实还在23.7以下 那你觉得大股东他会不会赚钱呢 当时中美金入主这个造元 他买造元的时候 其实他的成本还在23.7 那这个富爸爸中美金 他除了买他股票以外 其实还买了这个CB 就是我们讲的可转换公司在 那未来造元在今年 也许应该是在股东会后 他会讨论说 到底就是要减资 那弥补亏损 因为前几年 他营运状况是比较不好的 那今年有机会营运出现转机 他可能会做一个减资的动作 那这个减资的动作 其实中美金 包含像环球金 这个他的富爸爸们 其实会对他全力做一个资源动作 所以我想这个也不需要太过去担心 那他是国内唯一一家 国内唯一一家 他可以提供这个micro LED 六寸抛光片的一个厂商 所以他等于是拥有了两个题材 也就是说今天大盘重挫 尤其是期货 在收盘的时候 重挫高达180点 但是他为什么可以涨天板 因为他有别人所没有的双题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什么时候做这个进场动作 有没有 我们在6月4号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怎么讲的 我们说我们全力布局 全力布局这个5G上游材料 就在我们股民当家的这个赖群组里面 有没有 6月4号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时候提到说 目前市场上还没有人提到 相关的一个5G概念股 那所以我们请各位同学 特别的留意 我们在6月4号的时候 我们就有做这个动作 提醒各位同学朋友 赶快去做一个留意的动作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6月4号的时候 是买在哪里的 6月4号是在这一天 有没有 6月4号最低 不是最低 我们买位置是买在16.2 这个地方 那从今天最高到多少 今天收盘是收涨停 涨停板是22.4 扣掉16.2 你再去前面的这个成本16.2 其实旧的同学们 他的基本持股 第一批的 其实整个波段获利 已经高达38%了 所以其实买股票 重点就是你买 你要领先市场 你要买在起涨点 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而买 而不是说 人家假設股票很好 你就去追高 所以我们在挑选股票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了解 这个股票的产业基本面 还有因为当然 他现在他的财报 营收获利还没上来 所以你要知道说 他到底是做什么 你为什么而买 那你买这种股票的时候 你一定要买的够低 当你买的够低 你就有成本优势 所以当后面股价 这样呈现一个上中下起 往下出一个震荡的时候 基本上对我们影响是不大的 对我们影响是不大的 所以你才有办法报到 像今天创波段新高的一个价位 好 其实我们在端午节前 其实就有送各位投资朋友一个好礼 就是重情 重义 万众玄武 这五档股票里面其中第一档 就是这个4944的一个造元 我们礼拜五也特别的提到说 他准备有要发动的迹象 所以好的股票其实是不用追的 你买在这个相对低档 或者像我们今天买在这个平盘下 都有很充裕的时间 让各位投资朋友 轻轻松松的做一个进场买进的动作 那你买这种股票的时候 你重点在哪里 记筹产销财 技术面 第一个你要能够掌握技术面 买在适当的时间点 买在他转强的时间点 那筹码面 这个筹码确实看起来是 有大户在里面 产业面 你要知道这个产业面 他未来到底有什么题材 他到底在长什么 那这个消息面 新闻面 他到底是在做什么 那你如果说这张股票 他是有未来性的 有题材性的 当然这个新闻媒体 他都会过来帮你 他会帮你介绍说 这产业到底做什么的 那市场认同路高的话 当然也有助于他后市 做一个推升的动作 财务面 这个是最落后的 那股价涨上去之后 当市场回头来看 奇怪 这个财报好像怎么变好了 你是怎么增加了 当然 其实股价已经涨一大段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 股民当家 其实最最高的一个 指导原则是什么 就是 国民当家幸福理财 这是我们群组的一个 最高 最高的一个指导原则 所以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那也欢迎加入我们下面 这个 LINE AT的一个账号 那 我们也欢迎各位投资朋友 那持续的 来锁定我们的LINE AT 好 那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这个参考咯 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